那么好消息带大家来看到2020年十大神农选拔出炉了 其中布里香39岁的黄志宏获选十大神农奖 那么黄志宏25岁返乡跟爸爸学习种植稻米 那么过去呢他是一名的食品研究员 他结合了自己的专长也研发出不少有机的资产 那么这次能够获奖呢 他相当感谢布里香农会的辅导以及爸爸的栽培 一家人开心的乞开一桌满汉全席邀请大家共享这份喜愿 这是布里香竹田村黄志宏的家 因为得知自己获得全国十大神农奖非常开心满心的感谢 布里香农会以及农改厂特地一早来到家贴上红榜表示祝福 26岁回来以后他就是在我们的农村里面生根 然后继承他爸爸的这个事业 然后他也把这个事业发扬归得光大 同时他也协助我们农会推广了很多有机的理念 他有带领我们的有机的农民能够更进步 所以我觉得他得到这个殊荣 而且在那么年轻的这个年纪得到这个殊荣 其实也是给我们全国很多的青农作为很好的一个榜样 2020年十大神农选拔出炉 其中布里香39岁的黄志宏获选十大神农 黄志宏25岁返乡与爸爸学习种植稻米 从冠行农法到现在种植有机农作 过去是一名食品研究员 结合了自己的专长也研发出不少有机资产 这次能够获奖相当感谢布里香农会的辅导以及爸爸的栽培 我在乌农之前是做食品公司 对所以我就对这个食安比较有重视 所以回来之后就学习有机农业 青年返乡回来的话 其实不要太怕说会做不好 因为有很多农业单位可以辅导我们 有问题的话可以找农业单位 然后他也很乐意的交斗 布里香脸上挂着满满笑容 他说黄志宏非常的努力 儿子也与农会合作 善用现代科技以及机械 现在的务农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 民国60年以前 那时候就好像感觉就是经济起飞的时候 之前全部用人工用牛鲤田 全部用牛了 民国60年过后 那时候我们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 慢慢就换机械化 一直到这 就一直先进一直先进 到目前的话 这个农机割到机 几乎都是一百多码的 就是这样 差很多 像一个人的话 像我儿子一个人的话 在目前他也是 我全部交给他了 他就十六七甲 十六七公斤 你能不能用人工用 有一个人的地面